这一体要怎么画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知道说一些尺寸怎么去定 比如说呢 我们原则上会先从这边这一条线开始画 那这一条线它的长度是多少 假设你要画这样一条线 因为它是一二三四 有没有四等份 所以是二十 二十 那另外呢 我们要知道说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是多少 它跟下一条线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一二三四 那四除以二十的话是多少 这边距离是五嘛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画一条二十之后呢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它做一个 就是再复制一个也可以 或者是说我们用偏移的方式也可以 那画完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画这个弧 这个弧画完之后的话 那上面这一个弧跟下一个弧的距离也是五 也是五 其实画完一个之后呢 我们再用环形正列就画出来了 上个礼拜主要也有跟大家讲到 所谓的那个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环境 这个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简单再跟大家做一个复习的 就是说像这个环境的设定 以后你就要很习惯 因为我们每次呢 来的话就是它可以的就还原 所以呢 你每次设定 只要记得 第一个是右下角的 AutoCAD点形 点形之后的话呢 再把工具列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把这个工具列移过来 其实你不移过来也不会有影响 只是说习惯上是这样 好把它移过来 最后呢 再把这个图示按右这个上面的图示 按右键之后使用 有没有 图示打勾取消 这样就还恢复 跟这个其他的版本 基本上都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你在画的时候 不管哪一个版本 其实都一定会有个 AutoCAD点形的一个工作区 不管是08 06 04 都会有一个AutoCAD点形 那你只要设定 AutoCAD点形的话 以后画的环境 都可以设定成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画这一题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呢 我刚刚讲 就是说我们先画一条线 那画线呢 第一个 我们就在这边 先画一个 往下的一个线段 往下的一个线段呢 起点就是任意点 第二点的话输入20 Enter之后呢 就画出一条线 按空白键就结束 那像这一条线很短 因为20嘛 你看线在哪里 其实是因为20很小 那你把中间点两下 中间点两下再往下 中间就整个放到最大 再往下就缩小 滚轮的地方 记得是滚轮 前面我们讲过 滚轮点两下 它就是放到最大 在这一集 我们逐渐松的 谈设计